感谢耶稣 我昨天度过61岁的生日 我今天上来 其实我自己都有吐过 而且我都感受到圣灵和我同在 因为如果圣灵和我同在 我是比较害怕一些 我以前有个花名叫做紧张大师 我如果上来见这么多人 我是不会说话的 那我一路一路感受到 我缺绝了之后 我感受到有平安 有喜乐 因为以前的平安喜乐 那个目标呢 是赚多点钱 是顺景 顺利 担忧的 反过来 赚不到钱就担忧 计不了自己退休 有多少退休金 够不够用就担心了 但是自从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那个计数机就转了 每一日感受到神在我的恩典 给我到每一样东西的恩典 那我开的士的时候呢 我以前呢就是我要在一个钟数之内 我要赚多少钱 十个钟头赚多少钱 但是我现在由耶稣去带领呢 我转左这么平安 转右也都这么平安 神一定带领我 在安全和很舒服的环境之下去工作 到完结的时候 我得到的金钱呢 除了金钱 我还有喜乐 还有平安 我感谢主 另外呢就是阿叶牧斯 传统说 闻徒分裂 我就很想参加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我被提升 还有呢就是人生说 过了五十岁 你就向下的 那我怎样能够我 由向下转向上呢 我就想到了 我开始要预备见主耶稣 我要筹备 我去见主耶稣的时候 我要说什么话呢 我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要和耶稣说 我是耶稣的门徒 耶稣给我的大使命 我有多少呢 那我就变了有一个渴望 去读多些圣经 去念多些金句 自从我念了一部分 小小的金句呢 我自己的心灵呢 是很舒服的 我在一路开的士的时候 我有一阵时 我会下转一些圣经呢 我会自己听回 我用一个语室 我不会用两个语室的 我小小听 就是耶稣的说话呢 陪着我的工作 那我就变了呢 很多时来说 譬如塞车啊 遇到一些客人的问题啊 遇到交通的问题啊 我没有了以前的烦恼 我是由耶稣带领我 我就 一路都很感觉呢 自从我将我的生命 交给耶稣做我生命的主 救赎的主之后呢 我感受得到 遇到抄牌 我都哈利路亚了 因为呢 我觉得呢 我自己 比如 开了快的时候 拍了快相片的时候 我感受到 耶稣只是提醒我 不要再开快 如果我不是有这个提醒呢 我后果开得快 你知道呢 就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自己感受 一个警惕之后呢 我还感谢耶稣 因为耶稣都是扶持我的 那另外呢 就是阿易牧师说 我们想门徒训练 有什么 那个目标啊 除了我生命 希望提升之外 那个目标呢 我其中有一次呢 有一个女性坐车 去这个荣奉书那里 我问一问他 荣奉书你看什么 他说看精神科 因为他很担心 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那我停了车的时候 收了钱下标的时候 我说 我和你做个祷告啊 我求耶稣给你平安啊 他就说他还没信的 那我说不要紧 我们的耶稣呢 是任何人都给到平安的 那我和他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问他好不好点啊 他说舒服了啊 我荣奥归主